外表很光鲜的名相 一些行为却引起网友的质疑和不满 邓子齐曾经哄遍全中国 只因在我是歌手中耍大牌 引起了导演的不满 导演表示 不换歌 我们就换人 最后邓子齐就没有出席我是歌手巅峰会 导致人气一落千丈 曾经哄遍全亚洲的组合F4 只因一次湖南广电邀请他们参加精英艺术节 而他们却漫天要价 最后湖南广电用统统的统统 同样的价钱邀请了刘天王 事后F4的人气一落千丈 如今能记得他们这个组合的人都不多了 袁永怡曾经在成龙的电影里耍大牌 最后被成龙投诉到导演协会 随后袁永怡遭到了封杀 沉浸多年 直到近年才在内地里得以迎来事业第二春 不过却也时过境界 再无当日风采 何杰曾被黄家强指指 何杰乘飞机耍大牌 要让自己起身给他让道 而何杰则讽刺黄家强利用自己炒作 随后何杰的人气逐渐下降 文章爆红之后就出现了出轨事件 又被爆出爱耍大牌 人品差等等 随后文章的人气一直下降至今